大家好,芒果有热在果王之称 成熟的芒果闻起来香味浓郁 果肉厚而且细腻,吃起来香甜可口 所以好多朋友都喜欢吃 但是很多朋友都不会正确的剥芒果皮 就会弄得满手都是汁水,手上黏糊糊的 并且剥的时候这个皮会连着果肉 这样非常的浪费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小窍门 而且还不浪费果肉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芒果的种子也是非常的多 最常见的有大青芒,贵妇芒,小苔芒,仙女芒等等 大小不一 下面我们就来针对不同大小的芒果 方便用不同的方法来剥 这里用到的是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 家家户屋都有 就是筷子和牙签 下面我们先来剥小芒果 首先我们用牙签或者刀在芒果上划几个口子 大家觉得用什么方便就用什么 接下来在芒果开口的地方把牙签平心的插进去 就要能将果肉和果皮分开了 我们开过的口子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把它划开 再轻轻的剥开芒果皮 哇,非常轻松不流汁 也不浪费果肉,跟剥香蕉皮一样的简单 这样就可以直接拿着吃了 用这个方法一点都不沾手 一根牙签就能轻松的剥下芒果 简单又实用 接下来我用一个个头中的大的芒果 这回我们只用了筷子 最好选用这种带软角的四方的筷子 用筷子的边角在芒果的表皮上均匀到刮一遍 这样是为了软化果皮 这样果皮和果肉分离开来 分别划上一个圆圈 不用太大 不然的话就会浪费果肉了 大小只要我们用虎能拿入芒果就行 接着在芒果上划上几道口子 最后把芒果中间的皮拿掉 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样剥起来非常轻松 不会流汁 果皮上也很干净 然后我们直接拿着两件吃就可以了 一点都不装手 非常的方便 尤其是给小孩子吃最合适了 接下来分享大芒果怎么切 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我们用刀盐的果肉把芒果一分为二 感受到果核后往里面把它切开 再把它横着切几刀 再竖着切几刀 切好之后把芒果内外翻一下 这样果肉就露出来了 吃的时候一口一个非常的方便 芒果去皮就是这么的简单 有了这些小方法 芒果去皮再也不需要用手去磕了 不脏手不流汁 就像吃香蕉一样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 芒果不能和菠萝一起吃哦 因为芒果和菠萝都含有引起皮肤过敏反应的化学成分 对皮肤黏膜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所以皮肤过敏的朋友们要小心为好 如果你有更好的去除芒果皮的方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喜欢就收藏在家试试吧